從士林夜市走向 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整條文林路被塞得滿滿滿 盛況空前的壯觀景象 就出現在一號的白昼之夜 周邊商家也說人潮增加九成 有人是那天是來逛夜市 看熱鬧的 都到爸爸媽媽 溫暖 很多 消費人潮有感暴增 光是當天就有46萬人 擠進士林夜市 線上更有100多萬人收看 周邊的兒童新樂園 天文館營運活動 還延長營業時間到半夜12點 入園人次直接暴增3到4倍 而這95組節目和藝術作品 也嗨翻遊客 還有這隻3D老虎更變成新寵 這隻士林萌虎 在網路上掀起了好大的熱議 不過不光是這個電視牆 業者所希望的是這裡 所有的老舊招牌 都可以用同個方式呈現 黑燕架林看得更加清楚 藍眼老虎鋪向烤玉米 接著又抓著蝴蝶玩耍 就好像要躍出螢幕 想看裸式3D老虎 不用到日本新宿 在台北士林夜市就看得到 對 那因為這個螢幕牆 是國外很流行 打造一個數位化商圈 對 就是稍微整合 讓它轉型 變成一個新的地標 對 那現在看起來效果是不錯 白昼之夜後 所有裝置藝術都移走了 但業者保證這隻萌虎還會在 也期待靠著新打卡景點 能反轉60年歷史的士林商圈 重返人潮盛況 報導新聞社交主張開 台北 從頭到 小老虎好可愛喔 剛剛所有的工作人員 都覺得一致讚嘆 但是這一天的激情 能不能讓整個士林商圈 能夠復甦呢 目前夜市內 代租的店面超過了100家 專家就分析了 雖然國境大門即將要鬆綁 可能是活水 但是以往夜市內的外國觀光客 是以陸客為主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邊境不鬆綁 士林夜市看起來 沒有那麼容易的回歸往日的盛況 士林夜市的文林路上 店家拉起鐵捲門 等待有緣人來乘租 整條街上就有20多家帶租店面 再走到隔壁的大南路 也是同樣光景 算一算 整個士林商圈 就有破百家的帶租店面 但這已經比疫情 最慘時刻少了一半 帶租店一些業者 想進駐到士林夜市 他也會觀望 這個士林夜市什麼時候 從谷底開始爬升 國外觀光客可以來的話 很多做觀光客品項的業者 會來進駐 根據商圈統計 在疫情前 士林夜市的消費人潮 有六成是國內客 其他外國觀光客佔了一成 剩下三成全是陸客 但目前中國大陸 還沒打算鬆綁邊境 代表陸客依舊進不來 也阻礙商圈復甦 東南亞東北亞的人士 來觀光的時候 他們不一定會以士林商圈 為一個主要的基地去做旅遊 所謂的大陸觀光客為主 那目前的這個情勢上面 可能就會相對之下 沒有辦法因為觀光潮的 這個大局解封 而帶動這樣的人氣 陽明戲院主起圍牆正在都更改建 也讓曾經的精華攤位 進入黑暗期 像這樣的核心地段 單坪租金已經打了八折 非核心區最低不用三千塊 但痛點是部分店面平數大 單月租金還是上看六位數 店面市場有一點點實在是走得太弱了 那所以如果說今天沒有在做降租的情況上面 可能都會讓一般陳租方 他沒有辦法吃得起這個電租的壓力 一些讓步的情況 造成說有一些店面 他們可能願意回流 或許降租是其中一種解方 但不論如何商圈經營得找出長久之際 否則白昼之夜也只是昙花一現 八大新聞需要主張可以台北從頭走